火辣的比基尼辣妹化身餐厅服务生 不只为餐厅制造话题 也成为大陆餐厅真相效仿的新趋势 我们这个就是想开展一个主题活动 吸引客人进来 并没有什么就是让大家争议的那种什么事情 亲切招呼客人恐怕已经无法成为餐厅吸客亮点 大陆沈阳的餐厅直接请来比基尼辣妹当服务生 成功吸引南客上门 比基尼美女化身餐厅服务生 为每一位大厂顾客提供周大服务 大陆一间州店找来比基尼辣妹亲自为客人服务 活辣身材让不少客人看得目不转睛 过去大陆也曾有餐厅用同样手法吸引客人 噱头十足但消费者评价却不太一样 我觉得比较有吸引力吸引客客嘛 就是说比较有比较吸引有个性化嘛 他这个穿的少和这个低俗 是不是有挂钩啊 比基尼辣妹亲切送餐点服务周到 还不知道能不能让餐厅业绩持续长红 但可以肯定的是已经成功地引起话题 东森财经新闻徐晓云 吴又树综合报道 这些比基尼服务员会指引顾客就做入餐 记者发现这家自助餐厅总共有